一周一书 永不服输 有书有淫 无焉无悔 请给我七分钟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袁长川 你们可以叫我You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0年读诗C计划 第11次的播出 我们今天选的书籍是《价值观的领导力》 这一本书引经祭典并配合作者的经营管理经验 很清楚说明了价值观在领导自己 跟领导别人的应用议题 张忠谋先生他认为台积电 跟他个人的最重要的四个价值观是 第一个是诚信 第二个是承诺 Commitment 第三个是创新 Innomation 第四个是客户的信任 Customer Trust 简写的话很好记 刚好是ICIC 张忠谋先生从台积电裸退那一天 他还是阴阴的期望下一个董事会能够继续维持这四个价值观 一直到永远 有人问他选择接班人的考虑动机是什么 他毫不迟疑的回答 他的价值观要跟台积电的价值观一致 各位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张忠谋用价值观来领导台积电 张忠谋跟台积电可以说是价值观的代名词 价值观的重要不言可疑 今天探讨这一本价值观的领导力 刚好是公宏齐盛 作者是张文龙先生 他目前是当者顾问公司的总经理 联系两个礼拜 我们已经介绍过 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 近年来除了演讲跟顾问工作以外 还会作为高管的教练 Executive Coach 并且在八个国家 举办过当者领导力 有关的研讨会大概一千多场 涵盖了很多的行业 他在2015年货班国家的智隆奖 以表彰其智慧传承 值得我们钦佩的一位食物派的专家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奋斗的精神 上班子在职场的成长过程 有一条很漫长的淬炼跟挣扎 生存的道路 大部分都是拥拥碌碌碌 只有把为何工作 为水工作搞清楚之后 才能够持之以恒 永不放弃 让奋斗更有意义 第二个是转型 很多上班子在职场上 一路都走顺风起从一而终 有一些上班子 一年换24个头家滚石不生堂 如果能够时时刻刻 具有商场的敏感度 知道时代 环境 跟产业都在变 必须在重要的拐点 城市而起 转换跑道 让转型更有方法 第三个学习点是 是传承混斗有成 转型有样之后 至十年如一日 已经成为一方之雄 可是不要只传承人脉 资产 经营策略 企业分化而已 更重要的是 核心价值观 让你的传承更能成功 以上三点 是我们陈文隆兄身上所写到的 这本书的话 是2018年10月出版 要让读者认识价值观 是建立在 Doing where by doing good 从而透过对社会的贡献 能够得到社会的回馈 我仔细练了这一本之后 有以下三个活用观念 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 领导自己 我们常常说 领导别人之前 要先领导自己 要领导自己之前 要先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是要花毕生的时间 和穷毕生之力 去探讨的问题 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勿忘初衷 所以总结一句话 在自己的心目中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 第二个 领导别人 应用有限的资源 创造最适当的合理成效 透过他人把事情完成 这是领导别人最重要的一个定义 用通识的话就是 以有料可携 有心肯交的特质去吸引 不会就写 不懂就问的肛混 这刚好是主管跟布什之间的关系 所以总结一句话 在别人的心目中 你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 第三个是价值跟价值观的平衡 那价值不等于价值观 但是可以互为手段跟目的 价值观可用来帮助创造更大的价值 而价值是可以用来推动价值观 价值观是无价之宝 价值跟价值观能够兼容并细的商业伦理 是我们所追求的 OK 以上这三点希望能够让大家 对这本书有所帮助 张农先生以当者一书 及千长研讨会的实物交流 奠定了当者不让的先期者地位 在浦语富权跟富能两本书 发挥有心有能有钱有责有效的管理力 这本价值观领导力 紧抱着价值观 竟展现出他的领导力 张农农先生 传承这四本书成一家之言 造就既有管理力又有领导力的当者主管 所以要我送给大家一句话的话是 既有管理力又有领导力的当者主管 再见 谢谢 拜拜